這種人他確實就是 因為他發自真的結構不好 所以他會一直去抱怨他過去的那些事情 好好好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這種格局很爛的 爛到一個不行的 真的 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呢 而且他可能就是你身邊的人 你的家人 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教他該怎麼辦 嗯 如果這樣的人 來找我諮詢 對 我該怎麼跟他講 老師你要怎麼跟他說 第一個 他2018年之後開始走庚子運 下一個大運又是辛丑運 庚和辛都是硬 也都會代表衣食無憂 代表有人照顧他 那當然就是身邊的人會比較辛苦 是 那在這個庚子運跟辛丑運中間 只要不要碰到嘉義丙丁 或者是活土的這種流年 去克了庚子就好 當然我們會擔心他在2024年 假成2025年以四 2026年兵武 2027年丁衛 這四年當中 確實有可能會沒有人照顧 確實有可能 但除此之外 其他的時候 大概都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大概都是衣食無憂 有人照顧你 好諷刺喔 這四個字 對不對 所以衣食無憂真的是好嗎 衣食無憂有時候會讓人呆怒 是 好 如果是我 我會給他建議 第一個 在這種衣食無憂的流年 譬如說現在是新丑年 明年人贏後年鬼貌 還是有人照顧你的年份 好好的利用這時候 靜下心去找一份工作 從基層做起 學一個遺跡之常 他會說 老師 那個真的是很無聊 不行 你就是按下心字 你就是得學 你想不想改變自己 想不想改變命運 你不想改變命運的話 他會說 有時候我就想想 死了算了 反正我下輩子再投胎到 吼人家好了 這輩子沒修好 你下輩子繼續還這些債 老天給你這個八字 老天讓你有這樣子的八字 就是你上輩子 有一些功課沒做完 所以你這輩子 你還是要把這些功課做完 你沒做完繼續再到下輩子 繼續做啦 對 所以我想要讓自己下輩子變好 應該這輩子要自己先做好 你不要寄望於未來 你當下就要改變了 是 好 舉例來講 有些東西其實是很容易的 譬如說 美容沒法沒假 那要學欸 對 你不要小看 這樣容易 去美容院 好好的給他蹲個兩年 認真的做 每天早上出去 晚上去好好的做 我相信 十神這麼旺的人 有能力做得很好 也是 明年後年又是 明年後年人一年鬼卯年 是商官跟十神的流年 也是動手做的年份 自己肯不肯靜下心 肯不肯蹲下來 不要抱怨老闆 你做過老闆就知道 老闆有多辛苦 客戶做的抱怨是 老闆要承受 萬一被客訴上了爆料公社 老闆要關門啊 對不對 所以這幾年靜下心 好好的去學個專程 也不要說什麼讀書啦 因為畢竟已經過了讀書的年紀了 那銀卯這個時辰商官又屬於動手 而不是屬於學習的啦 它是屬於動手的年份 任何跟手藝有關的 對不對 美容美髮美甲 他本身是做設計的人啊 插花啊 設計也好啊 也是他本科啊 去設計啊 去畫圖啊 但是乖乖的畫 不要嫌那個畫圖沒創意 不要嫌那個圖畫起來沒意思 他做商業設計啊 每天很死板的 不然要畫logo啊 你不要講那個東西 那不死板好不好 那需要腦袋好嗎 我是搞設計的 你幹嘛說人家很死板 對啦 但是要蹲得下去嘛 你要會有辦法跟客戶應對嗎 客戶要什麼 你要知道 我拜託 我拜託他不要去跟客戶應對 這種個性喔 因為時事相關這麼旺 我覺得會很衝 對 我已經也衝過 控制不做 你的八字 後來發現不行 我不能這樣 我是因為你格局好 所以你知道要收斂 但他格局不好 他的收斂 就要靠周圍的來幫他收斂 他就是那種無法控制情緒 對 所以這時候別人要幫他收斂 所以這時候要有一個人去帶他 所以他必須要能夠忍得住 老闆罵他 忍得住老闆跟他講他不對 他必須忍下來 對 好好的蹲個兩年 能忍他早就忍了 都已經五十幾歲了 難道一輩子就真的要這樣過下去嗎 好 對啊 那現在不改變 難道要等到六十歲再改變嗎 對 現在就要改變 是啊 那雖然心不甘情不願 還是拜託他去做一下 對還是來得及 還是來得及 是啊 對就不要放棄啦 他本身是畫一畫圖 現在做設計的那麼多 YouTube需要那麼多的題材 需要那麼多的撰稿人員 需要那麼多畫圖的人 對不對 他已經懶得找工作了 他現在就是懶散慣了吧 我猜 他去早餐店上班都好對不對 對沒錯 因為食神旺的人對於做吃的 也是有敏感度的 是 說不定學一學之後 之後以後自己開早餐店也有可能 先不管以後要不要開早餐店 他現在好好的有個穩定的工作 這是最重要 但是問題是 他要最重要就是 傷官太旺的人 他一起講人頭肉也是OK啦 對 但是我跟你講傷官過旺的人 他不甘願 他不甘願 他就到時候再說了 他只能這樣 對 但傷官過旺的人他會不甘願 沒有錯 他會覺得這個東西太肉了 做個早餐有什麼好學的 不用你教我也會 那個設計工作我也會 對不對 你們做的東西都太low 我不想要 我想要做好的 我想要做的是一次 1000坪賣場的設計 我設計得非常好 他要的是這一個 但是不行 拜託你 從最基礎做起 從畫個low我開始做起 對 真的這就是最好的建議啦 如果你做得了的話 你這輩子就會有救啦 嗯 所以老師 講到這樣的一個案例 所以我覺得很沉重 可是我就想說其實真的 嗯 這個 失業這麼多年的八字的這個人 他真的不是父母寵出來的 父母真的沒有寵他 對 要求他 有時候父母親還真的是無奈 他在家裡 你又不能不給他吃 讓他死在那邊 對不對 死在那邊 不可能做得到的嘛 也不可能發生這種事啦 對 對 所以還是他的天生上輩子帶來的東西啦 嗯 一個人到20歲 媽媽欠他的 他是來討債的 真的 真的 還有包括兄弟姐妹都欠他 對對對 沒辦法啦 我覺得這供業啦 佛教裡面講的業 其中有一個叫做供業 是 對 是 所以 有這個業我們就去修他啦 嗯 好好的去把這個業給他圓滿 嗯 所以有時候我會講說 如果你說 我要報廢公司上面對人在罵啊 說一定是家裡沒交好 小小怎樣怎樣怎樣 我跟你講說 這些人 這些酸民 到底有幾個是把孩子曾經養到20歲的 如果你們也把孩子養到20歲以上了 而且孩子也真的不錯 對不起 我還是要講一句難聽的話 不是你的功勞 對 是孩子本身八字就好 是孩子本身就乖 那孩子為什麼八字會好 或許你夫妻的八字都好 或許你們就是一個好的工業 一起來到這個社會 也有可能 像我們早年有沒有 很多父母親忙著種田啊 賺錢 家裡七八個小孩根本沒有時間管 也有啊 對 我媽七個耶 我媽七個小孩 也沒時間管那麼多啊 孩子還是很好啊 那孩子八字好 或是孩子上輩子修得好來到這邊 八字中沒有官 你不要想管他 八字中沒有財 你不用想叫他 不用想說你多會教 教會他存錢 八字中沒有官 你不要想說你多會教 你能教會他自律 中國文化最糟糕的一點就是養不教父之果 嗯 我想這句話一定很多人在要罵我 要罵的盡量罵啦 贊成的人也請你留言 跟我講說你贊成我的看法 嗯 所以我想大家對於這樣子八字的人呢 多一點寬容 多一點意見 因為你不是魚 你也不知道魚在水中到底快不快樂 你不是他 你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透過八字我們可以知道 是他內心其實真的很多的 他自己也解不開的問題啦 所以這個還是大家要一起來修啦 嗯嗯 那我們這集就講到這邊喔 好 謝謝各位的觀賞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繼續關注我更新喔 我八字課程 系統班加實戰班 總共有兩百多個小時 一千多個案例 認真學 我在實戰班裡面 有講了很多有關於 八字中內心的問題 以及修煉的方法 希望能夠給各位帶來很好的收穫 謝謝各位 掰掰 掰掰 好嚴肅喔 這樣講 不會不會不會很嚴肅 不會 我不覺得很嚴肅 我覺得是很重要